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做生意 事情太繁忙 有很多人事的繁忙 在念佛的时候 让我的心能静下来 你说我一念佛就让心静下来 这个念佛好不好 我问 那你念佛的时候 你内心有没有关照力啊 你相不相信佛号是一个大的功德力 他能救拔你 他说我不相信 所以 他就是把佛号拿来念一念 把心静一静 如此而已 世界上万事万物 是因果相许相应 这样的因底不能构成净土法门 只能够说你在念佛 但是不能说是在修净土法门 因为你念佛的时候 你没有关照 没有信心 没有往生的愿力 这就表示 你无法跟弥陀感应到交 当然 佛号的功德会给你在内心中带来一点安乐 但不能造成一种出离三界 成就解脱这么大的力量 没有办法 因为弥陀的功德要对你产生旧靠 一定是你自己对弥陀产生信心 自己成就往生的愿力 这个功德才能够开展出来 否则你念佛 只是用佛号把心静一静 如此而已 这跟印光大师说 你把摩尼宝珠当糖果吃了 如此而已 所以这个地方就特别强调信愿的重要 当然 我们对弥陀的信心 乃至于往生的愿力 是建立在对于净土里的一种透彻了解 不是说 你要我相信 我就相信 这样的一种盲信 是不能抗拒你心中的妄想 真实信愿的栽培 在对于净土的整个涅槃的透彻了解 然后你抓住内心对弥陀的皈依 然后对往生净土愿力的升起 在有净土的心愿后 你再来一念弥陀的圣号 那你每一句佛号跟佛陀的功德 念念的感应道交 念念的成就往生敬业 所以 我们在念佛的时候 有时功德开展不出来 那是因为我们没有正确的念佛 一切法因缘生 你没有创造功德的因地 没有成就功德的因缘 那么这个果报不能出现 所以这个地方 信愿与持敏 是缺一不可的 信愿的因缘 决定你是不是往生 如果你信愿具足 临终的时候一念都可以往生 你是不是往生 决定你是不是往生